哈囉,大家好,我是羅文老師 今天呢,又來到我們的羅文講歷史的時候啦 我們今天呢,歡迎到我們的張若彤老師 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又要來講 因為大家知道張若彤老師是228事件 或是當時候的白色恐怖時期的一些史料 然後的一個非常資深的研究者 那我們今天呢,要來談的這一段歷史呢 就是有關於非常有名的 我們之前還拍了一部電影 老師應該有看過,叫《返校》 《返校》這個電影,哇天啊 我那時候去看,真的蠻恐怖的 有沒有,那就是我那個陰森啊 然後肅殺的氣氛啊 然後就是老師學生 純潔的老師學生聚在一起 然後開讀書會 然後被抓到 然後就砰砰砰砰,然後就抓出來殺 然後呢,最後就是剩下一個人 然後逃走 然後呢 把這件事情把它揭露出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看了之後就說 哇天啊,這個太可怕了 哇,當時候的那個白色恐怖 真的好陰森,好可怕 但是後來呢 因為我們去查了真實的資料之後才發現 其實真正的基隆中學事件 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的嘛 對,它其實是真正的共產黨的支部 就在基隆中學 然後基隆中學的校長 鍾浩東 他就是真的就是裡面的幹部 然後在裡面發行光明報 然後開設讀書會 然後來教導共產主義的思想 好,那其實是因為 就是王世堅的爸爸,對不對 我之前有拍過另外一部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呢 要講裡面比較深入的東西 好 那 所以王世堅的爸爸呢 為了把妹 後來就是把光明報給那個女生 那女生在家裡面 不小心把這個洩漏出去 後來呢,整個就是 炎燒,燒到 就基隆中學 原來是在這裡印的 然後這整件事情曝光 好 然後 後來改編成返校這部電影 好 所以說 大家就是 我不是說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 呃 就是啊 你們 你看 又是 啊 你一定告別動耶 哦 沒有 真正的事實真相 大家也都可以去Google 真正的基隆中學事件 他就是的的確確真真實實實的 所謂的 共產黨支部在做的事情 好 你就正在現在 你今天 如果拿對岸的錢 在台灣 然後辦讀書會 組織人員加入 然後吸收 然後是傳授他們 共產主義的思想 你不會被抓嗎 重刑 對 保證是重刑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呃 這個事情 它的一個前因後果的脈絡 其實是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請到張華彤老師 來幫我們講一些 更深入的 有關於返校的真相 或者是說 當時候白色恐怖的真相 它是什麼樣 然後前因後果如何 我們請張老師 謝謝羅倫老師 就是我剛剛其實覺得 您已經 講得很詳細了 對不對 我倒是想補充一些 就是大家在看這些 所謂 像《返校》 或是 比如說《斯卡羅》 或是這些 這些歷史劇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 要帶著一些 某種程度的警覺性 因為這東西 它其實是戲劇 那戲劇 它會有一些美術 它會有一些藝術的手法 改編 對改編 那這個其實都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能夠透過這東西 去學習一些歷史的話 那你要飛 引起我們的興趣 引起興趣 這個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 要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歷史本身的話 那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們就以這次的那個 返校的來看 剛剛我們也講到 那個王世堅這個事情 是 就是給你們可以看 實際上 就是我們在各種的 這種 我們講說 不管惡霸也好 白色恐怖也好 在講這個 在講這個歷史事件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會透過 當你要想要用藝術手段 去解釋它的時候 往往都會把它裡面的一些 就是愛情 或絲綢絲願把它放大 對不對 然後好像這個事情就是 因為四手水我們大家都看得懂 愛情我們大家都談過 對 所以它比較能夠引起人的共鳴 好 可是 剛剛羅文老師也講到了 在真實的歷史裡面 像這種政治性這麼高的事件 裡面的所謂的愛情 所謂的四手水 不可能那麼重 不是不可能 它其實都是裡面的笑點所在 誒 就是對 就是它其實是裡面就是 就是 就是 這些人笨 或是這些人 就是 不小心 就是你看了 會 怎麼會這樣子 有這種事情 就說它其實是最不符合這個事情的 的 觀感的一個部分 是 是不是 對 對 就像說今天 剛剛 如果今天 王世健是一個 爸爸 就是 非常有理想性的 進步青年 對不對 然後它這個 對於這種 小情小愛的事情 它其實是 不是那麼care的 對不對 然後 今天就不會有 後面這些破事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才是典型的 真正的歷史 就是 就是說 我們看到 為什麼就是 剛剛那個 就是去為了教 去拔妹 或怎麼樣 那個 那個是這個事情 破光 曝光 破口 對一個破口 對 它反而是這個 這個 人設崩掉了 對不對 可是 你不能去 只看人設崩掉了這一塊 你要去看真正的人設的那個部分 真的認識是什麼 其實就是進步 我們剛剛進步青年 可是 大家不要忘記 進步青年 它反而會 因為有理想 有抱負 所以 他們很容易覺得自己 做任何事情 用這個手段 都是對的 然後 合理化 他們所做的這一切 對 那 那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 促進轉型爭議嘛 對不對 有白色恐怖的這個大帽子扣上去之後 其實很多 我 其實如果你是 如果你沒有這個帽子的話 嗯 你光看那個手段 你會覺得 哇 這個手段有點 是不是有點過分 對 可是當你這個帽子扣下來的時候 哇 你好像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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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段 好像也沒有什麼 大不了 對不對 欸 對對對 因為對付壞人 你什麼事 什麼都可以用嘛 對不對 變成是這樣這樣 所以 我跟你講說 返校 這個事情 好 我認為最 要 提防的一點 就是 如果他給你一個感覺 讓你覺得 你對 國民黨 或是你對以前的那些人 什麼手段都 使用什麼手段去搞他們都沒關係了 如果他讓你有這個感覺 那你就已經中他的招 對 已經中招了 對 我們在 我們在歷史上其實很忌諱一個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他全對或全錯這件事情 對 就是你不應該抱著一個這個人是全對這個是全錯的一個心態來看 對 當時國民黨的確有做到這個所謂的白色恐怖就是把這個人抓走 可是 那原因是什麼你要去了解他 對 你不能說 你今天是一個進步青年 因為我們不否認 當時候你加入的 剛剛共產黨 你是左派 然後是當時候的進步思想的代表 但是 並不意味著你今天是一個進步思想 那你就可以合理化你當初所有的行為 而來 就是來打壓你的或是禁止你的就是完全錯誤的行為 對 其實我們常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認為說 當時 因為這常看到的一個辯解 就是說 當時 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發生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的三反五反也都沒有發生 所以大家不知道共產黨以後會不會 共產黨掌權之後會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前面的這些 這些 這個想法 這些理想 還是很純真的 可是其實也不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在 就是在共產 就是 怎麼樣 就是二次炸彈之前 對 的中國的那個 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有什麼 就已經有什麼 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已經出現了 對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佛生生的將這些地主批鬥至死嘛 對不對 抓出來 然後罵到死 要不然就是 吐口水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進步青年做這個事情 對對對 那你做這個事情你是進步青年嘛 你就把田地把它拿走就好了 你已經很殘忍了對不對 對你還要把他這樣子 折磨嗎 當然是後來的事情 不過我也講一下我自己的家族 家族史 我們其實也碰到這種事情 因為我自己的奶奶 他就是在 就是被叫上去批鬥嘛 他其實也 他不是因為地主批鬥 是因為 這個 當地有一些反抗的力量 反抗共產黨的力量 還在 那連男人都跑光啦 只剩下勞弱附路在 那我奶奶就是被叫在上面 就是要剃死鬼 就在那邊跪 對 然後一邊跪一邊打嘛 對 就是被 就是 這是 我們現在都是以過去的事情 是 對 但是 的確 當時很多人 他們都會有一種狀況就是 我認為我在做的事情是 這個方向是對的 這個理想是好的 於是我就正當化我所有的 做法 然後把對方妖魔化 而且對 把對方妖魔化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我不記得我剛剛 好像跟那個羅文老師聊天的時候 我們聊到一個 前一陣子的那個事情嘛 對 就是 不是 塔綠 塔綠班 事件 我大概也講一下 就是 我以為是看到那個臉書的朋友分享 就是有一位叫 中法蘭 對 然後他就在那個 他的臉書上面講 他說 我真的很討厭塔綠班這個詞 這個詞呢 根本就是對我們就是 奇盡百般的侮辱 羞辱 我就絕對沒辦法接受的 但是如果對於國民黨 民眾黨 時代力量 新黨 這些等等的 則是 不管出何咕嚕 都可以 我們都很歡迎 這樣子 然後就說 哇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激進的一個言論 對不對 而且是 完全雙標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 最重要還不是他雙標 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非常的 就是自在 對 就是他非常自在的 可以講出這樣的話 他完全不覺得 他是在雙標 這個才是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一個 一個 對 而且他又是一個KOL 他又是一個 就是一屆領袖 然後很多人就說 會往這一走 然後就走向那個方向 啊對 我們剛剛忘記講 那 剛剛講的這個 基隆中學事件的 這個 校長 就是 鍾浩東 就是鍾法蘭的 爺爺 對不對 後來終於 終於知道了 就是原來是因為 他是反正 他的爺爺在 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 然後破壞之死 然後這個 這個恨 然後就 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 傳到他 難怪原來他可以講出這些話 原來就是源自於這個仇恨 對不對 可是 他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你當年你爺爺成功的話 那後來的文可 後來的三反五反 就是發生在 其他台灣人身上 就是 你就是 有沒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好 那老師你繼續 那其實我這樣講到就是 共產黨他當時主要訴求土地改革 對 那其實在後來的 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其實也 基本上做到了 可能三級五點珠啊 土地改革啊 那些事情 庚哲有幾天 庚哲有幾天的事情 基本上 沒有那麼激烈的去進行土改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講說 那個 這個 這個 實行土地改革 這叫做什麼呢 這叫做 就是 就是 那個 共產 防禦力 加一千 對對對 就 赤化抗性 赤化抗性 加一萬 那種感覺 對不對 沒錯 就是 因為你做這個事情之後 那 這個變成是 共產黨 就比較沒有正當性 因為他最容易去敲動的 就是 就是 低層 然後 農民這一塊 那你把 欸 這三級五錢租了 欸 剛才有其田了 那我可以活得好 我為什麼要造反 就會變成 所以我其實我 雖然 有時候聽了還是不太高興啦 但是我覺得 台灣的狀況 我覺得是好的 什麼好的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 就是 那些電動的後代 然後講說 啊 國民黨來的時候 都好 都好 所以他們有土地的 他們從此之後 有了自己的土地 然後你也可以聽到 地主 痛罵國民黨 說把我們 老爸 那個祖先的地 都收走 對不對 你兩個都聽得到 欸 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對不對 我覺得 身在台灣 我覺得 我最驕傲的 其實也是 也是這件事情 就是兩邊 我都可以聽到 對 而不是 就是 所有的人都在講說 國民黨好棒棒 地主全部都死光了 這個就 有點不太好 這個感覺 對對對 國民黨就是 惡魔 他奪我妻子 奪我田 這樣子 但是 我就講 就是沒有 其實在歷史上 你真的很難找到 一個全好 跟全壞 對不對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他就是 一開始就是壞的 他就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要殺人 我就是要怎樣 其實沒有 他只是在依據那個時代 在那個情勢之下 他可能就是 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其實我們 講到這個東西 其實可以順便講一下 我其實蠻希望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就 因為我自己是念法律的 所以我們念法律的 就有一個很 因為說我們法律的A B C 好 什麼A B C呢 就是 所有的政策 都是兩面刃 對 所有的政策 都是挖東牆 古西牆 就是我把這邊 這個權力移到這邊來 把這個權力移到那邊去 有得必有失 有得必有失 就是目的跟手段之間 只要有一個平衡就可以 好 就是說你不要用 一個很激烈的手段 去追求一個 顯不相當的利益 我們主要的 防止的其實是這個部分 對 而不是說 有一個政策可以 都是好的 或者有一個政策都是不好的 那其實我蠻 難 就是覺得 蠻 不好的一點就是說 現在的台灣的 對於很多事情的討論 其實變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變成就是 完全全壞 全好 這樣子 你只要選擇這一條 你就是魔鬼 你只要選擇這一條 你才是 跟我們是 站在一起的 然後 就完全都好人 對 對 這個其實是 可是 我之前 不是這樣子的 對 是近幾年才慢慢變成這樣子 我也有這種感覺 對 之前就是言論都有啊 正方反方 言論激烈交鋒 都可以討論 對 真理越變越明 可是現在就是完完全全 現在就變成有點 極端化 對 其實我們回到 返校那個議題上面 是 就是說 其實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返校裡面它有一個很 很著名的場景 就是 那個 底下一堆人在鼓掌 然後他上台接受頒獎 那個場景 就是他是 舉報有功嘛 那個女生女主角 舉報有功 上去領獎 對對對 那 我們 我相信任何 那個 去看這部電影的人 應該都可以接收到 導演想要傳 傳遞那種恐怖的感覺 就是 他透過這個場景 給你一種 那個時代的氛圍 是一個很恐怖的感覺 那也呼應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 有一個說法是把那個時代 叫做 白色恐怖時代 對 可是其實我們反過來講說 各位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可能 都沒有經歷到 那 但是呢 呃 我其實我成長背景 我有經歷到那個 戒嚴時期的後半段 後期 最後一段 那 我這邊可能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 據我看 不管是我自己 親身經歷到的 或者是一些 我了解的一些史料 其實特別在 就是中後段 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 或是台灣戒嚴時期的中後段 那是台灣非常非常 就是經濟開始高度發展 而且非常樂觀向上的一個 一個年代 1970年代 十大建設的那個時代 然後再來就是1980的那個科學園區 這樣子 他其實不 就是說 並不是 就是大家 那個時代的 的 氛圍 他其實不是你想像中的 這樣子 好像是非常恐怖 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說就是 你要說白色恐怖時期 都很恐怖嗎 說實在的 我就以我自己 小時候的經驗 我說實在 小時候我的恐怖 反而是來自於 就是 我的爸爸輩子 你講一下故事 就是我小時候呢 就是我們一群小朋友 在那邊玩 然後呢 會有一個外甥老伯伯 他會 來這邊 他可能在 賣冰 還等等的 那他就會 給我們小朋友吃喔 他就吃冰 然後他給我們一些小玩具 然後在那邊玩 然後這時候呢 就是 我爸就 就把我叫過來 說 離他遠一點 對 我那時候得到 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老伯伯和哀可親 然後又給我們吃 又給我們玩 然後就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然後就是 我爸就說 以後不要跟他 有比較多的結束 我反而我得到的是這個 對 但是那個就是 其實就是白色 還是有恐怖的一些 後面 對其實我們一再強調 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時代 他絕對是一個綜合體 他有各種各樣的思潮 不斷的激盪 譬如說 不斷的就是 他有 他的每一個時期 其實是不同面貌 你從不同的角度切 他就會有不同的面貌 千萬千萬 不要去 從一個維度 就想要去理解 這整個時代 好像這個時代 就除了這個氛圍之外 沒有其他的東西 千萬不要這樣子 那 我真的為什麼特別提這一點 是因為現在 大家會有這種 因為 其實有時候是名死的問題 比如說 你把它叫做白色恐怖 它就真的很恐怖 可是實質上 它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戰爭體制 不是嗎? 冷戰體制或戰爭體制 各國那個時候也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有一個氣氛啊 是 美國的麥卡錫主義 對 不就是這樣子嗎? 對 那日本當時候也有對共產黨的一個 一些清算 對清算跟那個 其實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氛圍在 對 但是不是說 哇 1950到1980年代 整個就是完全肅殺之氣 然後就是 哇 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 就是 沒有到那麼誇張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只要講說 沒有那麼誇張 我們現在又被貼上那個 好 那我們也講一下 其實很誇張 哈哈哈 對 然後我們又洗白了 其實真的就是說 你可以說它很誇張 你也可以說它不誇張 應該兩個成分 你都可以有一些 理由可以去 support 它 我覺得這才是 我們台灣比較可貴的地方 因為我也是生長在這個後期啊 我說實在的 我小時候 我沒有恐怖的感覺啊 老師 我沒有恐怖的感覺啊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反而是 因為經濟很好 所以說 那個 常常就是 那個時候的那個 大人包的 紅包比較大包 對 對 小時候的紅包很大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賺錢 然後就是 新器台就是 遊戲機 送遊戲機給你 然後就說 哇好棒喔 這樣子 就是沒有到那麼樣的那個 真的比較嚴重 可能就真的1950、60年代 那個可能比較嚴重 但是70、80的話 其實就不是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對 所以說 我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反效它的真相 然後我們在看待歷史事件的時候 不要有那種 全好 或者是全壞 或是有那種觀感 就想要套住所有的解釋 對 千萬不要這樣 然後用一個概念 然後就把它 妖魔化 一個概念 就把它神聖化 對不對 沒有說真的 什麼是政策 或是什麼事情 施行下去全部都只有好的 如果有 早就做了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好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來解釋這樣的概念 然後 順便也是從這個 就是 這個 鍾浩東 這事情來告訴我們 我今天沒有說他是全壞 對 他是一個當時候的進步思想的理想青年 但是 他同時也是共產黨在台灣的潛伏的支部的幹部 對 他印刷光明報 散布共產主義的一個思想 然後從學校開始滲透 對 老師學生開始滲透 然後他擴大到 說 對 其實我們有機會應該來做一集 就是 我們的間諜在 對方那邊的下場是怎麼樣的 對啊 我們在那邊 對我們在大陸潛伏的 難道就沒有被 甚至我們有沒有派間諜去美國 被美方得到的間諜是會怎麼樣 對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 其實我說那個時候的一個氛圍 就是冷戰氛圍啦 就是 全世界其實就是在那邊抓間諜 然後在那邊 我說實在的 其實我也是幸好沒有活在那個年代 因為不是只有台灣啦 其實 全世界 到處都是 多萬老師 現在難道不抓了嗎 對 我就問你一點嘛 對不對 還是那句話 對不對 你是自詢為什麼 進步青年 你覺醒了幹嘛的 那我問你啊 現在有一批理想青年 他拿中共的錢 在台灣開讀書會 然後散佈共產主義思想 然後吸收人入會 然後呢 醞釀起勢 你不抓嗎 你不關嗎 對不對 可能就是沒有殺而已啦 就差可能沒有彈彈料而已啦 可是該殺 該抓抓該關關 其實都還是一定會有 對 所以說 沒有權好 沒有權壞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公正 公允的方式來看待 正反並成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看待歷史的一個方法 而且也是 就是說我覺得青年 或是 下一代 他們 將來這個 這個國家就是他們的嘛 對 所以他們要來 運營這個國家的時候 他們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很冷靜的去分析 知道什麼是事實 是 的一些方式 一些管道 我覺得是 對他們將來的是比較好 對 了解歷史 這是一個非常必要的一個 呃 情懷跟一個態度 好 感謝那個張文童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 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見跟評論 或者是你想要看我跟那個張老師 有什麼樣的一個雞蛋火花 什麼話題的話也歡迎留言 然後這個影片如果你喜歡的話 麻煩你一定要訂閱按讚分享 對不對 最後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第一手接收到我們的資訊 啊 頻道經營很不容易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張老師 謝謝 掰掰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好公民頻道 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 訂閱按鈕旁邊的加入會員功能 就可以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好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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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